其實應該兩三個小時左右 我們最少一個星期就看一次 有時有些ad hoc的 可能牠突然生病 不能等幾天的 那些又會帶牠去看 除了看醫生之外 有些絕育服務 你們不會在街上 我聽過一些計劃 在街上捉一些流浪的貓貓 去幫牠們絕育 然後放回牠們生活的環境 群貓是否也會做這些工作 會 不過相對來說比較少 因為始終我們人手不太足夠 如果有時有空去捉 都不介意去做 但因為現在的工作量開始越來越重 所以暫時就未提供到 其實你們之前我們看過新聞 大家都知道近半年 很多出現虐待貓貓的案件發生 其實我知道群貓會也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其實有些朋友跟我們開玩笑 在說你們其實不是叫香港群貓會 應該叫香港藥貓會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說 你們都存了很多隻被人虐待的貓 其實我要呈青青春 我們不是特意見到牠被人虐待 我們才收牠回來 只不過剛巧就在幾年前 我們開始接觸一些被人虐待過的貓 我們嘗試幫助 後來就累積了一些經驗 我說這個話我覺得頗為不幸 無厘頭竟然可以累積到這樣的經驗 是非常之不好的 然後慢慢就開始 人們一看到虐貓就會找我們 就想起你們了 就想起我們了 所以我們現在都其實存了幾隻 存了幾隻被人虐待的貓 其實被人虐待的貓貓 其實對你們來說 最困難去照顧牠們是怎樣的 最困難是因為牠們 可能被人虐待過 或者是其他不同的虐待方式 牠們會對人的信心失去了 很多時候 你可能一番好意 打算去摸牠、疼牠 但牠們就會馬上還拖 會打你 有一點點虐待的 而且比較難跟牠們朋友的話 在照顧牠的方面有時會有麻煩 即是會不會是個別義工跟牠 可能感情比較深厚 才能好好跟牠們接觸 通常被人虐待過的貓 我們都一定要安排一個 父母家給牠 即是不能夠放在貓射 因為貓射貓的數量多 以及上來的人 我們不希望牠進一步被人嚇到 因為我之前聽到我們節目的朋友 都可能對一些新聞很深 例如上水 上次有卷卷 另外最近期有藍藍 藍藍之前 藍藍之前 很無寸鐵的貓貓去做這些虐待工作 但其實你做完這些 幫這些虐待貓貓的 被虐待的貓貓之後 其實公眾是否 都提升了對於虐待貓的防範 有沒有多度你們自己留意 或者你們平時的貓會工作 會不會多了身邊的朋友去注意 或者幫忙做下一個監察 會不會有些貓貓被人虐待過 或者有些人可能似乎 他的行動好像很鬼祟 會不會對貓貓不利 會不會多了人留意這件事 其實我們第一個接觸的案件 正是你剛才提過的藍藍 藍藍在上水那裏被人發現的 那次是一個對我們來說很震撼的事件 我們亦為了這樣發動了一次遊行 我覺得是有好有不好的 不好當然是我們不願意見到藍藍 被人斬了雙腳 但好處原來就是 真的如你所說提升了公眾的意識 知道原來我們一個所謂這麼文明的香港社會 都有一些不文明的手段去對付一些動物 原來有很多人仍然是把自己的位置得高過動物 不覺得應該要平等 覺得動物可能是一些玩具之類的 我們都覺得是因為不同的藍貓的個案 令到公眾真的提升了這個意識 有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聽到一些球狀的電話 打來跟我們說 我懷疑這個這個被人虐待 我們聽到這些電話 又好又不好 不想它是真實 好的話就是我們知道 原來現在市民會遇到一些疑似藥貓的個案 是會願意去舉報 願意去告訴別人 其實我覺得經過看這幾個個案 我發覺好像上水區 好像很多人會被局勤指令 會不會上水區特別多人是藥貓 我不敢說上水區特別多人是藥貓 不過我很肯定就是原因是因為我們在藍藍之後 我們也有些經工資料 我們也有些義工自己自發地在上水區做巡邏 變成我們會更容易發現這些個案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上水區的市民 其實他們對藥貓這個字 那個意識是會比外面其他市民高很多 所以他們就會更加 他們看到就會知道有點奇怪 所以要補一下 其實都是好事 起碼這裡 有好有不好 有不好 當然不希望再有藥貓事件發生 另外我覺得上水區的街坊朋友 他們會更加留意著他們身邊 可能平時有鬍子在樓下走開幾天不見他 可能都會留意一下他會不會在這裡出現 他們都會好像一家人一樣 一起齊不齊貓 都會的 因為其實自從藍藍之後 其實我們就很努力地在藍藍出事的地點 將所有貓都收入屋 希望減少數目 然後就令到藥貓的數字一定會下降 因為沒有貓 是 所以令到其實在那裡的貓 已經是兩隻手數得全 十隻耳內 但是這樣也中了招 之後 這樣也有其他事發生了 但是也好 起碼貓少了 居民真的像你所說 會很容易點到貓頭 我發覺正在笑一隻貓 就會知道 然後我們就馬上到處去找 發生一找 我們會早一點找回 不被人虐待的貓 嗯 我聽過有些貓的團體 剛才我都說 會捉貓貓去幫忙絕育 然後放回他們 去本身生活的地方 其實用這個方法 已經減少了貓的繁殖率 其實會不會長遠來說 會不會長遠來說 其實貓的數量 都會慢慢減少 你說的方法是長遠的 始終 就算牠再短命 也有十年八年命 便會掉 可能要十年八年之後 這一區的流浪貓的數字 才會直線下降 我們都擔心那些虐貓兇徒等不到 可能牠在這十年八年之內 可以重屍顧忌很多次 我們都蠻嚴重的 所以當時我們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 凡是惡的貓 我們就會用你剛才說的方法 絕育放回 如果是乖的貓 我們就馬上將牠收了入會 然後幫牠安排回家 絕育放回一些兇的貓 其實絕育之後 那些貓是否會變得沒那麼兇 有機會牠會變得沒那麼兇 當然 絕育之後 牠麻醉醒了之後 我們都發覺跟牠溝通不能 我們就會放回牠到街上 因為我曾經有一次 有一次偶爾機會去到馬鞍山公園 我看到幾位太太在餵一些貓 接著牠們在那裡掃貓 我問自己本身養貓 我對貓很敏感 我問我太太你掃什麼貓 自從絕育放回之後 貓的數量急降 我問為什麼 因為牠們純粹了 就被一些流浪狗 就會欺貓 你知道貓和狗鬥 我相信都似乎 不會很夠 但就會容易受傷 少了很多貓 其實會不會真的出現這些情況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